大家好 水泥材料其实是对这个温度跟湿度非常敏感的一个材料 那根据这个我过去跟水泥创作者的一些经验 那发现他们有一些问题 所以特别在这个快要进入冬季这个时候 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首先呢你们在制作的时候 进入冬天的时候气温会变低 气温变低的时候 当然你的这个整个反应的时间就会拉长 那就会跟你夏天做的这个脱模时间会整个延长 那在比较寒暖一点的地方 其实水泥的配方有分夏季配方跟冬季配方 当然我们这个热带地区没有说做这么新的 但是在温度上面的话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再来的话就是湿度也会影响 在湿度比较高的时候 当然你的整个通膜时间就会拉长 湿度比较低就会比较坏 所以各位创作者其实你必备 备有一台这个温室度计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用一个甚至是 假如东西逛模这样子 那在制作完之后呢 的养护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在一些这个 网站上面得到的资讯 其实不是太正确的 正确的养护方式的话 是放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很温很湿的一个装置里面 我们去控制它的湿度 大概在95%到100%之间 然后控制在大概湿温 23度到25度之间这个温度 让它进行一个稳定的成长 也就是说水分不会被外在所 这个整个抽离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目前这个室内的话 大概是50度的一个相对湿度 那大家想看看你做好了一个湿体的话 放在这个空间里面你的水分 马上就会凑干了 那就很容易出现烈的状况 所以说很多时候在冬季的时候 在冬季的时候湿度比较低的时候 你的这个产品的话 很容易产生干液的状况 那甚至有朋友是会长臂癌的 跟这个真的墙壁长臂癌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里面的水分 被快速的抽出来 把里面的盖子整个抽出来 就长臂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的话 我们可以设定它的这个湿度 湿度在95以上 那这个温度的话在23到25度的这个湿温里面 那它的这个 像我们这个是在做一个 这个是在做一个 这个是在做一个 这个吸水率的一个试验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里面 我们维持一个非常的这个 均值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因为这个设备比较昂贵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 一般民众没有办法直接购的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来做一个恒温恒吃的一个养物箱 那我们要做这个养物箱 其实很简单 我们到五金行去买这个整理箱 适当大小的整理箱 然后去买这个格栅 它是可以去垫高东西的这个格栅 一般的话你可以多放几片 这个大小刚好可以放进去 然后这个多放几片把它垫高一点 因为我们待会这个这个 这个试体啊 我们的这个作品放进去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碰到水 所以我们水倒进去的话 不要去把这个格栅淹没 让它还有离格栅一个高度 好 好 让它离格栅还有一个高度这样子 好 那我们把这个融合层的剂放进去 然后待会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它整个这个湿度 会到大概95到100之间 好 它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在的湿度是51 然后温度是30度 好 好 那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这个同温层湿像 它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好 OK 好 它一样跟外面是30度 但是它的相对湿度是95% 好 那有达到像我们这个 其实温度是稍高啦 跟同温层湿相比起来的话稍高 但是湿度的话我们可以控制 好 那湿度可以控制的话 我们的这个材料 就可以放进来做养股 好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你的成品的话 它的发展就会非常的固定 就会减少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问题的发生 好大家试试看 好大家试试看